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以圣洁的庄室敬拜耶和华 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 荣耀的神打雷 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 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 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 那第九节我们来读第九节 耶和华的声音震动 惊动母鹿落胎 树木也脱落近光 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 第十节 洪水泛滥之时 耶和华作者为王 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 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 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 第十节我们再读一次 洪水泛滥的事实 耶和华作者为王 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 那第十节我们再读一次 洪水泛滥不只是指着天灾 这不只是指着人祸 那这个他也可以是我们生活中的大小事情 那在职场上的或者家庭的家庭 那第十节我们这什么叫做洪水泛滥 洪水泛滥的意思就是环境失控 环境失控 那你知道 前几天就讲到那个 有人在那个西边 在那边露营 结果没有想到 半夜上面 这个发电厂 就把那个水泄洪 这个水就下来 一下就就把他们冲中 所以弟兄姐妹洪水是非常可怕 结果一下子就四个人 就两家人在那边露营 就四个人就被冲中 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那弟兄姐妹 这就是环境 忽然就好像完全失控 那美国那也是这个空前的 森林大火 那烧到像世界末日一样 这个那你知道 美国很多高级的住宅 都是建在这个山林中间 所以很多的这个房子 非常漂亮的房子就被烧的 烧的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不是大卫的时代 是有这种状况 现在还是也非常多的 这样的状况 到处都是这样 那弟兄姐妹感谢神 这边告诉我们说 你不要担心这么多 为什么 因为耶和华作者为王 当洪水泛滥的时候 耶和华作者为王 不管你是家庭的问题 不管你是在职场上 你工作上的问题 弟兄姐妹甚至在服事上 我们遭遇的难处 那弟兄姐妹 感谢神 感谢神 我们知道 无论在怎样的环境里面 这个耶和华作者为王 耶和华作者为王的意思就是说 一切都在他的掌握的当中 那耶神掌管这一切 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不但用他的话语 创造了万有 并且现在 神是用什么来管理万有 用他全能的命令 神说一句话就完成了 你看见 在大水中间 在雷轰当中 他说什么 他说荣耀的神在那个地方 所以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掌握当中 上帝不会失控 什么叫做做王呢 作者为王的意思就是说 王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 他比你有办法 他比你有力量 他比你的资源还要更丰富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边告诉我们说 倚靠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 真的就是在洪水泛滥的时候 我们也不需要惧怕他 倚靠他 我们这一生的每一个日子 我们都可以走在上帝的保守看过 即使我们跌倒我们滑倒 弟兄姐妹感谢神 我们还是可以逆传神 这个主日 我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 弟兄姐妹感谢神 耶和华真的坐着为王 那所有经历的每一件事 都是经过他凉定 所以感谢神 你不用惧怕 因为上帝不会失控 环境也不会 因为坏到一个地步 上帝没有办法来翻转 弟兄姐妹 我们充满了感恩的心 我们的神是死无变为有的神 而且是叫我们有盼望的神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在困境当中 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的神仍旧坐着为王 你可以安然的来依靠他 他是我们的山寨 是我们的高台 是我们四围的火城 他必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 在上帝的面前 主与你同在 祝福你 这一个礼拜 每一天你都可以经历 你的神在你四围 做你的帮助 阿们